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欢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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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用量是常温的 这个作用量是常温的 刚才那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引力里面 也是引力里面 就是因为 因为这里已经限制的 AVS数东西 就没有考虑 引力里面 你就认为 它是一个肉饵盒的 对 所以它可以用 这个经典应用方式 去修建 不用考虑圈的效益 不用 就 这一线并是 AVS数东西 因为后面的 BiS就是 这个引力方式的解 对 对 然后 是不考虑 这个Bi在 这个时空上的 反对用 所以 这个叫做 ProVS 就是贪子底线 所以 这样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然后 然后 把这个引力的形式 再回到这个引力里面的 对象之后 然后 把这个引力的形式 再回到这个引力里面的 对象之后 可以像不发散的 提醒哪些人 然后 可以加入这个引力的 加上把 发散去掉 然后 这里是 就是 有化作后的 那个 再造成功量 最后是 这样的形式 哦 这里也有发散 哦 这是 刚才得到的那个 对象之后 然后 这个包含呢 这个包含呢 是 嗯 嗯 在场 在这些上的 是两个系统 然后 对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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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解析是远大 这个解析 所以 这个解析的值 主要就是 这个系统解出来的 就是 可以把它当作 那种对偶场面的 一个外缘 然后 他说了 这个 是对偶有些场面 是个范盘的 然后 嗯 那个 这个 第一点的 方向盘数 就是一个 期望值 对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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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望值 可以由 嗯 常用的 深圳翻盘 对外缘求导 就是这样一个结析 然后 下面呢 可以算 那个 格例函数 嗯 所以这里 那种可以其实是 那个 四点头接的 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一般的 形式 就是 点头接 对应的是 外缘 然后四点头接的系统 对应的是 嗯 那个 那个 一个期望值 他对象律的期望值 可以总结一下呢 就是 就是 在 在 冥历这边 是一个完全经典的一个过程 就 求和忙足 那个 冥历潮的一个经典节 然后 待会就要得到一个最强的救用量 然后 在这其实也就有 那个 可以求 这一样长的那种 方向盘数 嗯 大家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开开 不然 好 嗯 快点 快点 我让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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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今天做的這個全新的複複製片 什麼叫什麼是磁組 現在磁組是說 材料的那個電導路會隨著磁場的增加 還有一個減小的效應 普通的材料理 就會減少百分之五、百分之十之類 然後還有一些磁組之類的效應 所以這樣可以有些收集 然後副磁組效應就是 跟磁組是相反的效應 就是磁場增加的時候 但老律也會隨著磁場增加而增加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副磁組效應 但是一個跟手中反常相關的一個效應就是 會存在於一些 會存在手中反常的一些材料裡面 就比如說那個 是在給磁亞康夫德巴爾的半導體 或者是 送磁組對罐裡面產生的一個 會叫自己的黃字體 然後 實驗上也已經探查到 這樣一個效應就是 有實驗上的結果 這裡是磁組 這裡是那個磁場 然后这个CF角是CF等于由的时候CF和电脑区却值的 这个时候反常就没有录像 所以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磁组的效应 然后下等90度会用的是长期电脑区却 我们看到这个磁组的效应可以较低了 然后如果反过来看电脑区的话 就除了在小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正能的磁组效应 外面就能观察到这样一个电脑磁组资产 增加了这样的效应 然后我们需要在全新模型里面来计算这个 不计之下的故事 全新模型来计算电脑区 然后再看它随着备点磁组的电脑区 然后我们就考虑了两个模型 一个是有一个方断机制的 一个是没有方断机制的 首先看没有方断机制的 然后很简单就是除了这个埃斯坦尖量的货品 然后又加入了两个硬广路程 其中这一个是大V是借由于那个 好像那边的一个时代罗 然后这个A借用的是那边的一个轴石流 手针盘上存在的时候 就是都是被破坏的 它已经不怕是不守恒了 所以这边也没有比较 就是全新模型 就没有来 跟它来表达那种 手针破坏的效应 然后要做 我们来到做的就是 首先有一个 这个几个磁场存在时候的一个背景 然后再在这个背景里面考虑电场的围绕 然后来计算电脑率 然后这部分就是背景 然后我们考虑的是那个 手针破坏的那个负质组下来 所以背景是需要有个磁场的 然后 刚才讲过那个例子是 这个背景是这个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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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我们只计算一个简单 情况之后背景是这个背景的 所以那个 电荷密度和那个 电荷密度都是很连的一个体系 然后 嗯 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 嗯 我们也做了 猪鬼场 就是把花 在一个路边的 里面 阿萨斯带牌 也有爱一场光虫里面 然后 就得到了 这样一些光虫 然后 这里是有 那个 对的 嗯 我们的一句 刚才会是爱与斯坦的方式的 一个的 就是 因为 但是那个全息 就是 年纪态那边的那边 什么方法 我们把它 对偶到了 爱与斯坦这边的 一个基点的 进来自如量 就利用爱与斯坦的方程 来算 年纪态那边的东西 是对的 為什麼展示有這樣的背景? 有一些就是這樣調理 就比如說氣氧炎脆的方向 所以這兩邊是那個秤的 然後調理有限溫度的話 是應該有個飛動背景 所以這時候就一般有個飛動背景 那就是那個磁場的那些 那個B和A的東西是這樣的? 那考慮對準的話就是 這種治法率就有一個磁場 其實在那個電廠為零 然後那個法律有怎樣的情況 那個電客也是零 所以其他就沒有同樣 然後花絵室也是怎樣的 走市場地邊肯定都不會有那種 有同樣的 很高興趣的 電客也不會有同樣的 這個磁場的磁場 全都是零 多一點 那然後這是一種磁場的磁場 這個磁場的磁場 還有一些磁場的磁場 這個零是,T不大為零是對任的那種,對任的場合裡面,就是周始劉的那種零者是我們選擇的這個情形,其他零可能就沒有對任的零者,沒有對任的零者,磁場的現場。 對,背景的話是相當於珍宮希望主的效果,就是外個外圖。 如果它不等別的話,這些尺點上有個背景的外樣。 因為這個VNU其實起到了一個磁矢式的效果,那BY就是它的X分量。 對。 Pasual X是這個BX,它就是一個磁,磁場。 DMU很實現,我們來講。 DMU這個軸矢在這裡,軸矢的話它背景氣為零,它可能有激發,對吧? 您要考慮它激發了嗎? 嗯,這是背景,然後後面會有那個,加上在背景上面帶著操作。 對。 就是那些有手上反常的體系嘛,所以有一個左手場,另一個右手場。 嗯,我們在這個場間下解這個,加上那個愛情的反方球解。 可以解到一個背景的解,背景的一個瘋龜解。 您的背景場跟瘋龜怎麼合起來呢? 嗯,就是它們能動,能動照亮背景。 是,這個背景能動,能動照亮,就會懂得觸發光。 是的,你懂得按照亮背景有什麼,能動照亮。 對。 要動照亮背景也真好,可以這樣。 哦,背景的畫面,是要動照亮。 嗯,稍微 momen。 嗯,再動照亮背景。 嗯,對。 在這個背景上,再加上一個軸矢的感覆。 然后这个体系,我一个电场上的绕动,所以我们来计算得到那个什么游的值,然后再来计算那个电脑力。 然后这些加密的绕动的形式,其实它最有一个小频率。 其实比较相关的试验频率等别人的那个只有电脑力,但是因为数值求解一般就是先假设一个非零的频率, 然后再让它去向里面去,也很小的值。 然后这个VZ在那个边界上的值就是那个常温里面的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常温里面的电场。 然后之所以这个AT也不等于零,是可以看出来由于那个反常向存在,他们AT和VZ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VZ不等于那时候AT也必须有一个分量的部分。 然后,其实如果相间脑力的话相关的就只是一个,相关的只需要计算这个VZ的形, 然后看一下这个绕动方程的话,是可以画成一个VZ的方程了。 那这个绕动方程是从哪来的? 也是在一起的,就取到最绕动的一阶。 就是前面的VZ,然后再加上这个方程。 对,取到一阶的那个方程。 现在是上了一个相关就是这个VZ的方程,然后它在边界上的值对应的是电场。 然后在边界上的四个头接的值,大家说的是这个那期望值,也就是那个值上留在一个期望值。 所以我们需要它那个,它在边界上的领头接的值和一次领头接的值。 然后这个方程是数据球简,数据出来。 对,这样的那个数据简是VZ的,VZ的简。 然后在边界处其实是可以算上VZ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相关的数据,就是两个系数。 对,这些格分成了简。 然后在边界处的值得定出来这两个系数。 然后在边界处的电脑袋的东西里面。 这个可以得到那个电脑袋。 嗯,这个VZ今天就是一个,我们今天就是丢床的那个呢。 然后这里是那个电场的史诗。 然后这个球里面,就是那个球会打出来。 嗯,这一项主要是ADS史评定。 就是多这一项。 对,这一项也有这样的一个。 嗯,两项都是西部吗? 你这个第一项也有个I? 这个VZ也有很多设定而虚的。 哦,它有可能对西部。 所以第一项是水部吗? 嗯,对。 对,这一项主要是水部。 嗯,对。 嗯,大概过程就是这样。 然后,然后从两边对方同学可以得到一个电脑袋。 然后就是那个,最后场上里面,我们需要一个电脑袋。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得到结果。 嗯,对,在这种冒险里面,得到那个焦油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频率。 对,这么多是那个,就是三角度。 这边是石部,这边是虚部。 然后,嗯,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磁场强度。 然后温度,就是这样的那个飞度的温度是直接带分地。 然后,可以大概看到一些一些结构的形容。 嗯,就是,原来这有一些,这些奇点的问题。 主要是内阶段数有一些,就是, 是热味活。 然后,在磁场的影响下的一些,可能,朝着四周移动。 所以会,磁场增强的时候,会有那些越来越见的。 嗯,然后,这条K线是一个,嗯,磁场为零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嗯,在频率很大的时候, 对老妹的表现就,就像于,就像于,那种磁场的那个情况。 所以,是,很好理解。 因为那个,频率太大的时候, 体系来不及对那个磁场的反应。 所以,就,就感受不到磁场。 所以,就不得,不得到一个非常严的,那个心。 哦,嗯,嗯,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去住这里, 在那个, 因为短年的时候,是有一个发散的。 就是一个, 短笔,短笔, 短笔,阿尼达文的, 一个起点。 那么,之所以会有这个, 所以,我们没有听着考虑的抗散效应。 没有在短笔里, 加入耗散效应 对于衣杆的导体来说 可能是需要多量耗散 才有一个非发散的电脑率 否则的话 电控就会一直在电脑率加速 然后就会导致电脑率发散 对于我们这里的情况 是由于手针反通存在 就不只需要一个 那个 不只需要一个动量的 耗散机制 还需要一个手针色的 耗散机制 才能把这里的起点去 然后这里是 这个是电脑率的结果 然后 方向是B 静德也是电脑率的十度 然后 对于不同的曲线 这样的 是 比如Lampton Lampton 就是跟 里面这边的门口相关 然后可能 这个自由场中里面 它是跟 那个 体积里面 带电自由度相关一样 然后当 那个带电自由度减少的时候 然后 对电脑 对自然的想象 是变得吃满 然后 α 就是一个 偏反常 三万年的量 但是 可以看到 这个 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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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是 这样的 变得 应该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無方式的像,所以虛布是供陷到虛布裡面去了。 然後,我們看到的這個電腦率就是虛布和虛布加斯坦的這樣一個行為。 然後,這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它們的實驗範圖對比, 我們看到那個電線的行為是很明智的,就是在大幣的區域裡面, 這個電腦會隨著體長增加,離著線線的增加裡的形式。 然後,這裡面的具體的行為是有些小差別的。 那些顏簽的點是什麼? 什麼節奏? 實驗簽簽。 哦,實驗簽簽。 它是寫的是門卡, Longestudianti. 就是那個縱向的那個, 司導律。 哦,司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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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材料呢? 像是那樣的,像是那樣的,加畫生是那樣的,這些都有幫忙。 然后这是第一种类型,所以没有开门继续,然后第二种小品牌呢,就除了这两个游玩厂之外,就加入一个那个。 然后加入一个表达场,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次上见着那个手中,我们刚刚那时候是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手,就是一样长相当一个那个手和那个空位层,我们是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发散的机制。 就是这个,所以那个开门对我们上词,可以在开门上词以后,我们可以,所以可以看作是,如果让对我的那个,对你只能获得质量来得到这样的。 然后,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首先,自己的对点方程,然后再在对点方程里面,加入微绕,然后再几个,就是微绕方程,然后微绩。 我们要等多了点预防会订阅,然后再同时,就是无法认识的。 然后这种情况下,因为有在场、除在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幻想观取的。 想要做的就在一起, 然後就一起, 一起去, 一起去, 我問一下,你這對風和主題怎麼解的? 他用 變成了 Mass Manhood的角色 他就解出來 他就看他就解不出來 對,就數值球體 才有一個變得像這樣 他就很少有名字 其實這個線索就是一個數值的球體 沒有練習的 然後 你看到這個樓下的 然後 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 我們既然會用的一個交流在那裡 嗯,這也是 不同的磁場,然後 你看到 在樓下下來之後 那個磁庫的 好像已經去掉了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那個 持久的 持久的部分 然後 它其實 就像那種 沒有花磁線的 也像是 呃 並不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 然後 在那個 首先 可能 這個小便 從小的時候 會有一個平方的行為 就其實 會有一個平方的很大的行為 然後 在 地很大的時候 才會 這 這個 那個 就是它的指數 在地很大的時候 那個指數 才慢慢的去進行 做出 然後地很大的時候 它有一個線紳的存在 然後 之前看到那個 實際上看到那個 那個 小的 小的 這個 洗手的那個 效益 在這裏 也不夠 這個就是一個 平的 就是 它在 裡面看的 就是 可以考慮 一點 快一點 放在自己的話 可以 重新把電視 也重新做 然後 然後 就是 就是 嗯 就是 就是 這段導力是 嗯 有一個 有種的公式在這裡 嗯 就是 耗 耗耗耗的時間 開始 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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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其實這樣 這樣也是可以用全息來 當作相反的 所以這樣 就 那一個問題就是 由這個 設計給出來的那個 電腦幣結果 和 全期三個年韓數相反的那個 結果 甚至一致啊 然後 這裡我們也對比一下結果 就是 它兩個給電腦幣一個 一個比值的結果 因為 結果是很好的 因為 保持 他們兩個的結果 很好的 就是 就是 全息的結果 和那個 嗯 有那個 尤其的公式 這個 結果 我們為什麼要那麼全息 呢 去解放了這個效果 沒有 其實這些 那個 這個系數 是 不能有那個 結果尤其 應該說 不能有這些系數 具體進來的 嗯 就是 這個 或者 耗耗的這些 所以 在這對比你們 這些 這個系數還是由你全息 製造出來 然後再代入表現 製造出來 我們 一開始 算那個 接著 你們 想要算出來的那個 代表 做了一個 這樣 其實就是 可以 用全息 可以具體 算出來的那些 量 嗯 而 油體就是給出這個 孩子的顯示 嗯 對 嗯 那這些樣子嘛 那如果 不用顯示 嗯 顯示什麼東西 那些 本身也有些 會不會像 嗯 嗯 他這個 他這個女子體 學習了什麼樣的 就是 發行的 作為人體 來的 所以 不可以做 嗯 就是 就比如說 嗯 嗯 那些 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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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這樣一個 整個 就是用一個 我最喜歡的 所以 那些 很好 你 很難 那我 你 然後 你 照著講 那我 我回答一下 就是 那個 那個 這個全新的存在資訊上的資訊也有很多在地的文献裡面得到小實驗也對他挺不智的心意的人 那一點結果是他的實際結論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很想謝謝 發展還有什麼問題可以請問 這個報告有什麼意義啊? 為什麼要有學習? 主要是想要研究那個 研究看裡面一些前往偶爾的系統 因為直接算是不好算的 對,是不好算的 然後得出來的結果可以實驗很好的符合 是 就是一個,然後除了這個樣子還有很多其他樣子 有很多前期抽到其他 那裡面有好多參數的那些參數是我們 是用詳細算出來的還是用詳細算出來的 還是用詳細看裡面的可以算出來的 嗯,還是這樣說好了 嗯,詳細看好了 詳細可能不會具體到 詳細看裡面的一個具體的一個系統 嗯 那只是給了一個一個在想好後的一個 一個普遍的系統 所以不會用詳細看 那可以解釋那個超導嗎? 就是在你的理會裡面 我的 嗯 我這也不是超導 妳這也沒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不詳細 我現在不詳細 一定需要詳細來解釋 或者是 嗯 除了詳細也有一些別的方法 就是 總共那種 把詳細的方程 之類的 也有詳細 嗯 但他們的結構應該是 如果有詳細 對 如果有詳細 有詳細 對 還有沒有詳細 以外的方法 也像 有一些 不遜不遜的情況 對 我問有詳細 我問問 那些 大家要等於是 其他的 有拉特 對 折點 那些 可能算起來 比較麻煩 所以就是 就是對我到一個很簡單、很經典的情況,就能得到大家的一個電線的心,就是簡單。 老師,凱森那個圖,它是若或是巧合的圖嗎? 就是那個圖是甚麼? 那個圖是巧合的圖。 對,問你,巧合的圖是甚麼差別? 好,大家還有問題嗎? 那我們再次感謝陽光。